阿里阿里阿里 大家一位是土甲土甲 今天有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吗 当然是日本人的招牌 日本人的最爱的料理 日本人的措施 没有住手的雨 没有住手的海塞 其实土耳其人不习惯这个味道 为什么不习惯 因为你们知道土耳其人超爱 吃什么超爱全手吗 可是你们看 这里有新鱼片 一点也没有住手的一个鱼 我这么吃 我从来没有吃的一个东西 我喜欢日本人的烤肉 可是我不太习惯的一个味道 所以之前我没有吃过 今天土甲会试试看 一二三四五个不同的熟食 还有在这里我们有 哇沙比 他们的辣根 蘸油 如果这个两个没有的话 我知道我不敢吃这个 今天会试试看 我准备了哇沙比跟蘸油 现在土甲会吃鲑鱼 我第一次会吃 我用姜 不用姜 咖啡 沒有 有猪瘦的东西,真的 好像是 还没猪到面图 嘴巴里面有一个东西,可是没有味道 刚刚钓鱼 钓了之后,吃的感觉有点奇怪的 白饭不酸,里面的白饭好吃 白饭不酸 今天,马上被喝了 你要怎么吃这个 这个有点 奇怪的味道 马上被来得吃 这个是 我再看,可可可 白饭真的不是这样让辣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一天可水之后的一个东西 哈哈哈哈 啊 啊 好吃 下一个 现在我会试试看 鱼虫 其实鱼虫我里面最怕的东西 因为一些外面有海苔嘛 海苔的味道真的我受不了的一个味道 到的时候也想要出的一个味道 可是我今天会挑战,我会试试看 你们看 你们看 如果没有那个味道的话 这个是感觉是一个蛋糕 巧克力蛋糕 你们看 这个是 还有我不了解的部分是 一个鱼烤的之后 还有加盐 加黑色胡椒 还有加有很多香料的话更好吃 所以为什么这些哇叉皮跟蘸油 我现在试试看这个 海苔 大口一点 你很夸张耶 你再吃一小口耶 你再吃一小口耶 啊哈 现在牙齿里面都有这个味 啊哈牙齿里面都有这个 啊哈牙齿里面都有这个 好 好 好吃 我刚刚吃的是 我觉得世界上最浪的味道 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不习惯的关系 当然是你们习惯 你们喜欢 你们有可能说 都加你快点 可是我怎么办 我不习惯 其实我的挑战 到今天 可是我知道今天会生气我 所以我还有会吃这个螃蟹的 可是我怎么知道这么可怕的 这个什么 螃蟹啊蟹肉 嗯 它的白饭去了 你可以大口一点 你可以大口一点 这个是ok的 刚刚的鱼松的之后 什么都东西ok的 good 好吃 鱼松的之后 你们给我大便也好吃 我觉得 不错 good 你没有吃完啊 我的挑战不是吃完的 吃吃看的挑战 ok 我已经喝可乐 因为是我嘴巴里面不要摇起来吗 我直接摇 下去 你不是说你要挑战吗 鱼松的之后挑战 所以你要放弃吗 不用放弃 鱼松里面还有那个鱼松的味道 ok 那你可以做一个ending吗 你觉得这一次的挑战怎么样 我觉得这一次的挑战的不太适合的涂加 因为我真的不太习惯海鲜 还有还要塞 还塞那个 我觉得很可怕的鱼松 鱼松里面的那个东西也非常非常不适合我 还有没有猪熟的东西是真的不太习惯 我不太习惯我吃了烤的鱼 还有虾子什么什么的 可是这种东西还没说的东西我觉得不行 这个应该是料理文化的关系 不习惯的关系 可是有些土耳之人也吃他们超爱的 我不太习惯我大妹妹也会吃 还有这个鱼松 你们为什么吃这个 好不好 好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有可能你们不太喜欢这个影片 你们可以分享 还有可以like吗 like 你们知道免费 这是unlike 免费 所以 你们快like 我很喜欢你们 我很喜欢台湾 老 台湾 拜拜 这个挑战 这个死